天氣冷嗖嗖 景氣吹寒風 服務業首當其衝 二月份營業氣候測業點 終結連兩個月上升 來到92.05點 月減0.21點 價錢提高一下人就也是有差 菜價的話 最近的菜也都一直漲一直漲 比我剛開月的時候少掉滿多的 營業田數減少 採購高峰期已過 恐懸經濟衰退潮 現在就連美債殖利率倒掛 引發市場恐慌 台股也拉警報 25日早盤跳空大跌160點 灌破10500點大關 最低點來到10461點 金融面其實大家因為風險 因為緊張的情緒都往一邊跑 當這個都往一邊跑的情況 都發生的時候 整個金融市場就會產生一些 系統性的波動 儘管天工不作美 捷運科技大樓都根案動工 卻是獄水則發 受到329傳統檔期待望 營建業氣後測驗點就是4.04點 微幅上揚0.41點 而製造業也同步在上升 未來的一個運營的管理過程中 我們也會全新瞭解 理民和市府的一個需求 來打造出一個都根的一個新典範 內需持續驅動經濟成長 且中美貿易情勢緩和 台經院預測GDP保二不會是問題 因為內需這個部分還是 相關的措施還是有持續在做 所以經濟成長率保二應該 不是什麼大問題 除非國際有什麼重大的 突發性的一個景氣轉折 不過二月份出口年增率 卻在下調至負8.77% 連四個月負成長 景氣冷出口又無力 二月份失業率也再度攀升 來到3.72% 東森財經新聞綜合報導